剛才兩位港姐都提到 今次的判決的合法性 我們認同今次的判決是合法 但我們認為今次的判決是不合理 我們自由黨作為一個右翼政黨 我們是在大原則上 是反對新移民 可以領取包括眾門在內的 任何社會福利 新移民是未在香港工作過 未為香港交過稅 未為香港作出過任何貢獻的時候 為何我們香港人還要容許他 攤大手把問政府拿錢 分享一些原本是我們香港人 這麼多年來辛辛苦苦工作 累積回來的財富呢 這是一個大原則的問題 然後有我們對財... 多謝多謝 然後有對我們財政壓力的影響 現在其實對我們香港財政上的影響 有幾個計法 市面上也有不同的計法 有一個計法就是 不如用2004年之前 修例之前 那個有多少%的人 是領取這個... 有多少%的新移民是領取眾援呢 作為一個計法 去推斷現在日後 自從這個福下的官司出來之後 又會有多少人計法 有另外一個計法 就是計回2004年之後 究竟有多少單新移民 是申請眾援 是被拒絕的個案 來計回呢 現在將會 對我們香港的財政有幾大負擔 計出來的數 大概是由8億到12億不等 這個本身對我們香港的財政裡面 已經是一個很龐大的開支 但是這個也不是最恐怖的地方 最恐怖的地方 就是它產生了一種骨牌效應 因為基本法是36條 剛剛蔡耀昌也說過 是香港居民依法呢 可以享有這個社會福利的權利 社會福利 雖然他剛才說判詞裡面 就只是提到 可能只是中援 但是已經有團體 就住這個公屋 是申請這個法援 去準備去進行這個司法覆核 所以今天是中援 明天是公屋 後天可能是藏身樽 大後天可能是雙殘中貼 這些骨牌的效應 對於我們整個香港的財政的影響 會是非常之龐大的 所以我們是絕對不能夠接受到 新移民是可以領取我們 在未在香港作出任何貢獻的時候 是可以領取我們的社會福利 李梓敬 剛才羅志剛和張達明都提到 就說這次的判決就是合法和合理 就是一定要一致 我們這個是絕對不能夠認同的 這次的判決 的而且確我們無可否認 是來自中審法院 它的合法性是一定存在的 但是是不是代表我們一定要認為它合理呢 老實說 說法庭判的一件事 原來不僅在法律上我們要根據 原來我們心裏都不可以反對 有這麼霸道的事嗎 另外 多謝多謝 另外就是 就是張達明剛才提到 中緩是一個最基本的安全網 所以我們就要提供給一些新移民 但問題就是 我理解現在的新移民 很多是透過家庭團聚來到香港的 所以他的說法就是 如果他的生活環境有問題 我們是否應該提供一個安全網給他們呢 但問題就是 如果家庭團聚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在香港團聚 而不是在內地團聚呢 有什麼分別呢 當你決定去移居香港的時候 當你決定去結婚的時候 或者決定去有小朋友的時候 難道你真的沒有想過 自己的經濟環境會不會有問題 你沒有想過 我才去作出這些這麼重大的決定嗎 所以不要跟我說 說這些呢 是用來幫助新移民 在香港的一些基本需要 事實上我們看回 環顧這個世界 不同的國家 他們對新移民 和本土的居民呢 那個福利政策 是一定有很大的不同 好像美國為例 剛才羅教授也提到 很多不同的國家又說 怎樣去融入 但其實美國很簡單 你拿綠卡的話 你是根本有很多社會的福利 你是申請不到 要住夠五年才行 英國更加是extreme 就算你是英國的公民 如果你還沒在英國交過稅 或者還沒在英國工作過 你根本有很多社會福利 好像教育的津貼 你都是沒有辦法 沒有權利去申請的 所以這個 並不是香港特別的處理方法 根本在世界各地 一定會區隔新移民 和本土的居民 這樣才會對我們本土的權益是公平的 好 今天幾位港者 其實都不斷在這裏 躲在法院判決的盾牌之下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今天幾位港者 跟民意的 有點落差 因為民意其實大部分 都是反對新移民 可以領取縱援 剛剛張達明教授提到 就是說 香港政府 其實 1997年之前 是有這個財政的能力 而且 現在都可以看到 有一個經濟能力 可以負擔到 但問題就是說 我們可以負擔到 代不代表 我們需要負擔先 這個是最大的問題 喂,你有錢請我吃飯 但不代表你一定要請我吃飯 何況 香港的經濟 是有周期的 經濟的環境 是可以時好時壞的 今天打開了這個缺口 今天作出了這個判決 今天我們負擔得到 那為何我們負擔得不到 那怎麼辦呢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二部分 就是剛才蔡耀昌提到 就是說 新移民 其實 因為我們香港這些新移民 主要是家庭團聚 所以跟你和外國的例子 是有一點點不同 不好意思 在美國 在英國 他們不會特別 將家庭團聚這個category 抽出來 所以你不要混淆自稱 你知道的 你完全是跟事實混淆 這個不是 我講的情況是說 香港… 剛才說理性一點 但是你很不理性地做 你很不理性地做 是一個很特別的政策 你是不去說 這是一個比較分別的 這是一個不民主的做法 也是不尊重的做法 你不聽別人說 你就是完全一直都這樣為 我講完的時候 你的時間講 我們麻煩大家理性去討論 李智敬你多說三秒好嗎 好 OK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如果再打開這個缺口 我們不僅是說 對我們現在香港的新移民 的政策是有所影響 我們就是傳了一個訊息出去 是會只會更加鼓勵更加多 需要依賴社會福利的新移民 來到香港 所以我們一定要旗次鮮明 反對新移民去領取社會福利 好 麻煩你 那些左翼的朋友 不斷講包容 不斷講關愛 不斷呢 就是拿著 啊 外國呀 有人權 我告訴你 香港政府這麼多年來 其實是最愚蠢的了 別人外國呢 講關愛 講包容 是只有一個講字的 越南難民的時候 哪個埋單 香港政府埋單 新移民 現在哪個搞 香港政府埋單 根本別人只有一個講字 我們香港就永遠是 喊立俱人之賽 喊香港人之概 但是這個正正是因為 香港有這麼好的一個文化 有這麼好的一個制度 才希望來香港 我們香港的社會福利 我們香港的社會資源 應該去集中幫助我們現在居住在本土 香港永久居民的弱勢社群 當我們未能解決我們的劏房問題 當我們未能解決我們的社會福利 我們還有什麼本錢 去幫一些還未是香港人的其他人 好,謝謝 謝謝 香港有公屋輪候有20萬 我們貧窮線 活在貧窮線以下的有超過100萬 為什麼我們香港 不是將我們香港的資源 去集中幫回我們的香港人 而是幫一些 沒有對香港有貢獻的生意 好,謝謝你 對不起